相差40岁爷孙殿赴日本都蜜月 女方不把一百怀孕 她很小心聚息 又是一岁的作词人 李昆成与女朋友林静恩 这对双方年龄相差 40岁的爷孙殿不仅轰动台湾 就连韩国知名杂志也报道过 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前二人已经在9月21日赴日本 也是他们热恋四年第一次走出国门 虽还没登记结婚 但61岁却还展现天性浪漫的李昆成笑着说 算是小蜜月 前天29日 有媒体在 日本京都拍到二人现身 照片中的林静恩小富威土 被已有孕 他自嘲本来就有点胖 拼开有孕之说 当被记者追问担心不担心意外怀孕 他说 昆成是一个狠脚心的人 李昆成也强调表示 不会让女朋友才有后婚 徐乃琳深夜电话致歉 唐从盛放下了不告了唐从盛 日前在华社天才 冲冲冲效果做过头激怒徐乃琳 惨遭乃哥国骂问候 唐从盛原本在脸书直播 表示阴木奇德之后相当难过 决定对乃哥提告 但随着徐乃琳召开人生首场 抱歉记者会 唐从盛回心转意 加上乃哥昨夜亲自来电致歉 从从也发出声明 表示愿意握手严可 唐从盛在声明中提到 原本只是一个职场上单纯的擦枪走火 实在没必要演变 成后来的针锋相对 他看到乃哥在道歉记者会上 速度鞠躬表达歉意后 已经感到释怀 妈妈也宽心了 晚上开完家庭会议后 家人谅解了 所以我们选择放下了 他也坦诚 无论是乃哥的国报或是他在直播时大哭喊告 都不是一个好的示范 搞到媒体报道画面 甚至比金融奖还多 更宛如闹剧一场 这体现了在情绪控管和谨言顺行上 乃哥和我都还要 有更多的学习和反省 而徐乃 临亲自来点 两人更是把所有误会讲开 并充分地沟通 彼此都是出最大的善意 而且互相谅解 我们都 放下了 谭从圣最后不忘感谢这两天 为了我们剧中协调的贵人们 和支持他的亲友 网友 期盼整体事件就此落幕 谭从圣声明全文 大家早安 这几天很多媒体记者 圈内的同事 和亲朋好友 以及网友 都非常关心我和乃哥的事情 工作很忙 来不及跟大家一一回复 所以 选择在这里一次说明 原本只是一个职场上单纯的擦枪走火 实在没必要演变成后来的针锋相对 乃哥的国骂虽不是针对我妈妈 但其中的关键字确实极为不雅 让家族中的亲友们 尤其是女性成员 非常反感 觉得妈妈受到羞辱 家人几经商议后 才决定提告 但是前天看到了我从小看着他节目长大的乃哥 在道歉记者会上 数度鞠躬表达歉意后 我是怀了 昨天中午从教会回来后 妈妈宽心了 晚上开完家庭会议后 家人谅解了 所以我们选择 放下了 这事情在荧光幕上 翻搅了整整三天 该画下句点了 毕竟我们都不是圣人 不管年纪大小都可能会犯错 从一开始乃哥真性情的暴走 在摄影棚狂标过骂 到前天深夜我喝了酒 真性情的失控 在直播时大哭喊告 都不是一个好的示范 搞到在电视圈一年一度的重大盛典 金钟奖期间 画面最多的静置我们两个没有 入围的艺人 确实有点荒谬 这体现了在情绪控管和谨言顺行上 乃哥和我都还要 有更多的学习和反省 昨天夜里 乃哥亲自来变 我们把事发当时到现在的过程 和心境上的转变 众头道理清楚地顺了一遍 并充分地沟通 彼此都是出最大的善意 而且互相谅解 我们都放下了 这几天 因为两个人在工作上的一场误会 占据了大篇幅的新闻榜面 打扰了大家的生活 真的很抱歉 希望这场荒谬的闹剧 能够赶快落幕 让大家可以准备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再次想关注这件事的媒体记者 亲朋好友以及网友们致谢 谢谢你们的关心和鼓励 而对于有些网友的意见和指责 我会再三反思 虚心接受 以后将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表现 丰富我的意见人生 咱们来自从小的地团 咱们来自从小的地团 咱们来自从小的地团